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来到姚记四番菜 今天我给大家来做一个清蒸排骨 这里是我准备好的材料 这盘子里呢先在盘底是要切小盘块豆腐 垫在下面 这样一是可以吸收一下这些排骨的那些肥的那些汁出来 然后第二呢吸的它那个味道 豆腐也好吃 然后也不会到时候蒸出来很多水在底下 好吧 这配料呢就是我切了一根虎皮姜椒是辣的 还有三片姜切成丝的 还有两块切成片的蒜头 这排骨呢我已经腌了24小时在冰箱里面 就切成小块以后呢 就抹一些盐抹了一层薄薄的盐 在里面腌了24小时 其他的都不用加了 然后现在我把那个排骨拿出来 放在这个豆腐上面 里面腌 然后再把这个姜丝 里面腌 给撒上去 皮尖着 骨皮尖着 再淋上一勺勺橄欖油 加上小半勺醬油 不要太多,因为我们吃健康视频不要吃得太行 最后再撒上一些白胡椒 还有五仙粉 烧开了一锅水 然后把排骨放进去 然后盖上锅盖 现在大火蒸它十二分钟 不多不少 十二分钟 超过十二分钟它就老了 稍微十二分钟它可能还没锁 好了,大火已经整了十二分钟了 现在我们关火 我们浇上一盏白油 可以出锅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制作的清蒸排骨 喜欢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 这里是瑶季示范菜 谢谢你的观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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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